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英勇战士们吧 相信很多人对蛇感觉并不陌生 不管是在电视上 森林里或甚至是在家里 都有可能看到蛇的踪迹 蛇是陆地上非常常见的动物 它没有毒 是典型的爬行动物 蛇除了强而有力的肌肉和毒牙这些强力武器 就连它的钉钉也不容小觑 相信很多人看过蛇 可是却不知道蛇是有两个生殖器官 以上图片就是蛇的生殖器 如果不是制作这集视频 大量的搜索资料 我本身也不知道蛇竟然有两个生殖器 当蛇进入繁殖器后 雌蛇的皮肤和尾肌部的腺体能 分泌一种各自特有的强烈气味 同种熊蛇依其嗅觉嗅到这种气味 而跟踪寻找雌蛇 雌蛇分泌的特有气味 是两性相互识别的依据 不同种的蛇所分泌的气味是有差异的 两性相遇后 除了借嗅觉相互识别外 活动习性也对相互识别有一定的作用 同种雌雄蛇相互识别后 在交配前 许多种蛇还会出现一系列的求偶行为 刺激异性 借以进入交配阶段 蛇类都有Y字形的双头雄性生殖器 在一次的交配过程中 通常只使用其中一个生殖器 在不同次的交配中会交替使用 这种双生殖器通常表面带有纹路 钩状或有刺 以用来紧抓住雌性性器官开口的枪壁 防止雌性在交配过程中蠕动 而使雄性生殖器脱落 交配结束后 雌性会将这些精子储存一年之久 并选择它想使用的精子来让卵子受精 而且蛇交配的方式也十分特别 就像以上的图片一样 两条雄和雌性会缠绕在一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两条蛇在打架 雄性生殖器有两个听起来已经很酷了吧 那如果四个呢 接下来的生物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真眼 极真眼科 无论体型 样貌都和刺猬 食蚁兽长得非常相似 所以被称为刺食蚁兽 与鸭嘴兽同位仍然生存的单孔木动物 是一种生活在澳洲跟新锦内亚的小型独居哺乳类动物 它有像豪猪的刺 鸟一般的会跟袋鼠一样有个附带 又会像爬虫类一样产卵 这生物看上去已经非常奇怪了 但是科学家对真眼的了解欲多 就预示觉得它怪得出奇 尤其是其生殖器官 竟然多达四个龟头 确实令人傻眼 真眼是一种小型的卵生哺乳类 它们的雄性生殖器有四个头 在交配过程中 不会四个头都进入雌性体内 而主要使用其中两个进入雌性的 两条分叉的生殖道病是放精液 另一个侧的两个头则会休息停工 每次交配主要使用的头都会交替使用 这种演化上的奇异 转变困惑科学家长达数年 直到他们发现到真眼 会有多达十几只雄性跟随一只雌性的情况 看来想赢得这场交配战争 四个头所释放的精子量势币 更能以量取胜来成为繁衍后代的胜利者 鸭子是随处可见的生物 可是有谁知道 鸭子竟被列入了自然界中最为奇葩的阴晶之一 不仅长度令人惊叹 可达15厘米到42厘米长 这比它本身的体长还要长 而且形状如同螺丝锥 就像一个红酒开瓶器 研究报告显示 鸭子会会演变成这奇怪的生殖器官 是因为雄性和雌性鸭子之间 会陷入激烈的性冲突 使二者最终都演化出非常奇特的生殖器 通常情况下 雌鸭在繁殖期间会与青睐的雄鸭配对生活 但它们会受到一些不知去雄鸭的骚扰 科学家古解 鸭子的交配中有三分之一是强迫的 导致雌雄两性间展开了一场生殖器军备竞赛 雌鸭也发展出了螺旋形的生殖道形态 使雄鸭难以在兽精部位和输卵管的精子储存部兽精 从而获得选择权 当然 我们平时是比较少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一情形的 因为非交配其 鸭子会将阴晶藏在体内 与人类海绵体充血不同 鸭子的勃起靠的是淋巴液而不是血液 只需要不到半秒的时间 它们会能将丁丁从体内弹出 完成勃起的速度极快 此外 虽然鸭子与哺乳动物拥有一样的侵入式性交 但鸭子的勃起 并不是在性交前 雄鸭只需其上雌性后背对准解枝枪 勃起与射精一气呵成 所以这也解释了 长不一定就会持久的原理 豆象鼻虫 属于豆象科 本科昆虫外观近似小型的象鼻虫 成员并不太多 大多数分布在台湾和中国部分区域 本科昆虫主要食物为豆科植物的种子 大多数种类都生活在野外 有一部分却在农民仓库内生活 在气温较高的地区和仓库内能全年繁殖危害 造成豆类大量损失 所以令农民头疼的害虫之一 当然 豆象鼻虫除了危害到农民的利益之外 它的繁衍方式也被称为变态一点都不为过 豆象鼻虫身长不过数公分 尽管驼们长得不起眼 但熊虫却有一副了不起的狼牙棒阴晶 研究人员发现 豆象鼻虫的生殖器被坚硬的尖刺虫重覆盖 每次的交配都会使雌性的生殖到留下伤痕 使精液注入循环系统中 进而刺激雌虫的生殖能力 由于交配是那么的不愉快 以致雌性甲虫时常会在交配时提雄甲虫 催促驼驼们尽可能的快快玩事 不过这些伤害对雄性来说却可能大有好处 因为可以避免雌性再次交配 或迫使驼门花更多的心力去照顾已受精卵 以而更能确保雄性基因的延续和减轻传宗接代的压力 而且透过解剖交配后的雌虫 科学家们还发现 次比较长的雄性豆象甲虫 射出的精子会有更大的比例进入母体内 可以让繁衍后代的几率大大提升 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后代 八爪鱼似乎成了章鱼的代名词 然而在海底庞大的生物圈内 八爪鱼可不仅仅只有章鱼 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生物 同样有着八个爪的软体动物 它的名字叫传烧 虽然传烧不是章鱼 但是它确实是章鱼的近亲 传烧并不愿意像自己的亲戚章鱼那样生活在海底 它感觉大好时光在海底趴着 太浪费光阴 传烧则喜欢漂游在广阔的海域中 传烧是雌雄一体的软体动物 身体成体囊状 外壳非常薄 但是肌肉健硕 眼睛非常大 分布于世界各大洋和海域的热带和压热带水域 浮游生活 有时大规模集群 再近暗一见 传烧会通过自己身体分泌液 给自己建造一个漂亮的外壳 人们经常会看到传烧从漂亮且薄如纸的外壳中伸出优雅的触手 因此也获得了一个漂亮的名字 纸鹦鹉罗 其实传烧可以自由地离开它的外壳 可能它觉得自己的外壳太漂亮 一般它们不愿意离开 传烧虽然与章鱼是近亲 但是个头比章鱼小不少 1973年2月18日 在华盛顿的下胡德运河18.3米深处 潜水员海根捕捉了一只章鱼 当章鱼打开触角后 半径达到7.8米 重量达到53.6公斤 这还不是世界最大的章鱼 相比庞然大物的章鱼 传烧仅有45厘米长 虽然雌传烧算不上大 但是跟雄性传烧相比 雌性传烧是一个庞然大物 雄性传烧大小在2.5厘米左右 也就是说雌性传烧是雄性的18倍 由于雄性传烧个头比较小 想要像自己的亲戚章鱼一样交配 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也不能小看雄性传烧 虽然他的个头比较小 雄性传烧的阴京触手可一点都不小 话经万比雄性传烧自己身体还长 一旦到了交配的季节 雄性传烧都会修炼葵花宝典 把专门的附属器官藏在左眼底下的袋子中 因为他正在酝酿着一件大事 接下来他会寻找机会进行一生仅有一字的交配 雄性传烧会从外壳里伸出爱的触手 此时他放下了所有的执念 选择自攻自己的附属器官 来完成繁衍后代的重责 然后自己淡然地游走 来去都是那么潇洒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这是小滴第一次制作视频 如有什么漏洞 欢迎各位大神们留言给我 我会尽可能改进 如果你觉得做得不错 也喜欢类似的主题 请一定要按下订阅和点赞 给我点鼓励 我们下一期世界生物看一看 再见咯 拜拜